考量到疫情的冲击 让高雄市府决定上半年 要减半收取公有市场的租金 另外公有 民有市场的垃圾清运 也免收费 让不少摊商听到了消息 直呼减轻不少压力 相当有感 市场采买人潮逐渐回流 摊商看到终于松一口气 毕竟人潮就是前潮 疫情之下相比去年来说 营收多了至少两成 大概多了两三成左右 因为最近也快过年了 多一两成 因为年节的关系也多一两成 没有多很多 尽管民众开始上街采买 但收入还是难敌 疫情爆发前的情况 赚不多加上贪租也是一份开销 坦言压力其实不小 高雄市府考量疫情冲击 决定减半收取市场租金 以及免收垃圾清运费 在三日的时候宣布公有市场租金减半 而且公民有市场的垃圾清运费 全面免收 那实施时间从1月1号起 1月到6月41处公有市场租金减半 另外垃圾清运部分 则是41处公有市场 和52处民有市场全面免收 不少摊商直呼超有感 在市场看的都银头小利 这样减免当然是对我们是很有感 多多少少有帮助还不错 可以加减股贴一些 现在生意也不好做 非常不错啦 都会替我们百姓着想 租金减半免收垃圾清运费 过年前市府送上大礼 减轻摊商减商压力 让大家过好年 记者邓明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